幸好我是男生,只剩下一點沒什麼所謂 如果我是女生的話,偉用都像 聽電話,充電,iPhone 4,拉開棉面 正所謂蘋果iPhone,炒極都不開 但如果你是拿來用,就要小心這個洞 家裡有大量蘋果產品 還用著兩部iPhone 4的國米翁先生 過幾星期前就出事了 我在擦電,但我欺負了,夢中聽到電話響 我拿起電話去聽,我拿起其中一部 一聽,擺在臉上,嘩,好熱 好像燙豆那麼熱,燙到我整個人都醒了 怕著爆炸,就立刻拔制放在地上 十分鐘後,機器就凍了 不過插頭和充電線都焦了 手機報銷也少了,醫生說臉上燙傷了 不排除會留下一吋長的麻痺 他說一定會向蘋果追究 希望他們深入調查,以免再有人受害 有沒有聽過iPhone都可以熱鬧臉腺 很像 魯國強說,不知人貪方便 擦完電就就這樣扯掉電線 容易令接觸位鬆了 久而久之,擦電線就可能會 因為接觸不良而產生火花 如果它煮到溫度,燙到皮膚 起碼高達到六十度 這樣就不排除電話裡有日短路了 其實iPhone過熱,著火,甚至爆炸 多國都會有個案 很多單都是充電期間乃贏 想成為另一受害者 遇用iPhone都只是斬腳趾肥沙腫 聽專家說,當手機充電時 最好都是遠離自己 容易燒熟的東西都要擺開了 MING PAO CANADA